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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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看一下向量的运算 实际上我们前面学到说我们可以讲可以利用这个代数的描述方式把向量写成所谓的Column Vector或者是Roe Vector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讲前面可以用这个几何来画图 那现在可以讲可以用这个代数来写 所以你可以把二维的向量 U向量写成它的什么 它的X分量是U1 Y分量是U2 那再来呢 这个V向量也可以讲也可以写出它的V1分量 X分量 V2分量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要做什么做加法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加法的运算 加法运算的话我们可以讲可以用代数的方式把X分量把它加起来 然后把Y分量把它加总起来 那实际上你当然也可以讲你看可以用这个几何的方式去绘图了 然后你可以用头接尾的方式来做这个向量的叠加 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讲你也可以用平行四边形的方法做叠加 那这些几何的方式我们就用图形来显示给你看 比如说假设你有一个U向量 U向量是在这个这一条 然后V向量 V向量是这一条 那你如果说用头接尾的方式 你就把什么 把V向量把它移过来 所以就变成这个头接尾的方式 你就得到什么 最后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U加V向量 那你如果用平行四边形法的话就这样 就变成是两个向量 然后画平行四边形画出来 然后再来呢你就会得到它的这个 合向量U加V向量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个代数的方式 然后做一些计算 因为你每次都要画图很麻烦 所以怎么样利用代数来做计算 比如假设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V向量 它的代数的描述方式 我们用这个Row Vector 然后给它X Component是-3 Y Component是5 那接下来呢 请你用这个代数的方法去讲 去计算一下 如果我有2倍的V向量 或者是2分之1倍的V向量 或者是-2倍的V向量 那代数方法就这样 就是直接 后面会讲 讲更仔细 直接讲 直接把一个Scholar 乘进去 所以譬如说 假设这个-35 然后要表示这个 这个V向量-35 你要表示这个2倍的V向量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把2 这个Scholar 乘进去变成-6 然后是10 那如果是2分之1倍的V向量 那实际上就把2分之1把它乘进去 就是写成Row Vector 那这个V的话就是-3除以2 然后另外这边是这个5除以2 那如果是这个-2倍的V向量 一样就是把-2乘进去 所以应该是6跟5 所以这个我们就直接把它写下来6 2 3 6 然后-10 说错 -10 OK 好 那这就是这个代数的方式去描述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讲 你也可以做 叠加 比如说U加V 就可以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相加 那如果是U-V 那所以你应该做代数运算就是什么 就是-V的概念 那-V就是什么 就是用-1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V向量 乘上这个-1 2这个V向量 所以得到就是什么 就是直接讲 直接这个-1乘上-1 这个数 时数相乘 所以得到的是1 然后再来就是-2 所以先得到这样子的一个1-2以后 然后再讲 再叠加上去 加到U向量去 那实际上你也可以讲 你也可以很简化的去想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U向量 再加上这个-V向量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你就直接 就是component 直接是相减 就是 实际上就把 这个向量相减 变成 变成component相减 所以你就得到-2 然后 减掉-1 变成加1 另外component 就是1 然后再讲 再减掉2 所以最后就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1 然后-1 然后-1 这样的一个向量 所以这边是告诉你向量的一个加法的运算 好,再来我们就要推广 所以前面我们就利用你熟悉的二维空间 然后把你从前所熟悉的计算 然后慢慢用什么 用这个矩阵的方式来教你认识这个矩阵 那 二维空间就这样 就可以推广到三维空间 其实那概念就是说 假设这个三维空间就多一个Z 那这三维空间有XYZ 你总是可以讲 总是可以找到它投影的二维空间 比如说XZ就是一个二维空间 XY也是一个二维空间 然后YZ也是一个二维空间 那如果呢 如果你的 这些投影的空间 XZ YZ 然后XY 它都有什么 它都有相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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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我了 这入我包括什么 包括它就是一个集合嘛 然后它可以做加法运算 就前面讲的入我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讲 你可以说 既然它的投影的空间是 符合入我 那它的什么 它的三维空间也符合入我 所以我们就直接推广 所以 接下来呢 你进到所谓的R3 就是说 你把三个时数轴 然后分别互相垂直 那变成这个 三维空间的这个向量的概念 那这就是我们画在 这个右上角这个图形 所以你有X轴 Y轴 Z轴 那你可以用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长方体 然后把X分量 Y分量 Z分量 把它画一下 然后最后呢 它从一个角落 另外一个角落 这个蓝色的 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向量 V向量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用三个什么 三个分量 A1 A2 A3 来表示出这个A向量 那 你也可以再以此类推 所以这个就有一点这样 有一点这个 蛮难想象 就是说你可以从三维再扩大到四维 五维 六维 然后甚至这样 甚至是N度空间 那你每一次的什么推广 都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说你的投影量 譬如说四维空间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投影到三维空间 那它在三维空间假设 譬如说XYZ 它投影过来 投影到XYZ 那它的三维空间又符合这些向量的规则 这些Rule 然后它又是一个集合 那这时候呢 你就这样 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每一个三维 投影出来的三维空间都对 所以原本这个四维空间 它也还是一个向量空间 所以依此类推 你就可以推到这个N度空间 那这N度空间的话 就要用什么 用N个分量来表示 所以这前面这是一个Role Vector 然后后面这是一个Column Vector 那甚至呢 我们可以讲可以再推广 我们可以把函数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是一个无穷维度的一个向量空间 那你说这怎么样去想 这个函数是无穷维度 其实我们在写这个函数 比如说假设是一个Y of X 这样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那我们在每一个对应的一个X的位置 比如这边 好 我们画了很多这个箭头 可能是X1 X2 X3 这个位置 那每一个位置就会对应一个什么 对应一个Y1 Y2 Y3 实际上这个Y1 Y2 Y3 我们就可以当做什么 当做我们这个向量的什么 向量的这个分量的概念 所以 比如说它可能就是一个 我们写成这个Role Vector的话 它就是一个 可能有Y1 Y2 Y3 点点点 一直下去 然后它怎样 还有无穷维度 所以你 正常的函数你要从什么 从左边 然后一直把它的Y值一直找出来 然后无穷维度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右边 一直到无穷大 那所以它是一个 无穷维度的空间 所以函数其实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向量的概念 那后面我们就会学习这样子一个向量 它怎样 它一样可以 做什么 做一个 但简单的叠加 像加 另外它可以讲 可以做这个内积等等的这些运算 所以呢 在了解完加法之后 你看到说 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什么 会有一些加法运算 有一些所谓的 它可以讲 可以commute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后面 所以接下来要讲就是说 这运算上会有commutativity的一个概念 那在右边我们就写下 commutativity的这个想法 比如说 这个 U加V 的一个运算 那你写成这个分量的运算 然后再来 你可以讲 你可以 利用它是分量运算 然后可以讲 可以 实数运算可以倒过来 U1加V1 变成V1加U1 所以最后就可以 得到说它向量的这个加法 它会有所谓的commutativity 可以互换 那后面就开始介绍这些特性 好前面我们有把向量推广到N度空间 然后有简单介绍在做加法运算的时候 会有什么 会有所谓的commutativity 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向量的运算 就是代数的运算 它到底有哪些性质 所以这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所以我们假设怎样 假设有三个向量 就是N度空间的三个向量 一个是U 一个是V 一个是W的向量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我们常会跟什么 就是向量还要跟这个常数 那我们现在讲的常数就是时数而已 我们还没有这个推广到这个复数空间 好那接下来就可以看说有哪些运算 第一个就是前面讲过了 就是加法运算 然后它怎样 它可以互换 这所谓的加法的commutativity 它的互换的特性 再来它会有什么 会有也是加法的运算 比如说你可以结合 结合率前面先运算 跟什么 跟后面先运算 它的答案会是一样 这所谓的associativity 那再来呢 是什么 你总是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零向量 零向量 那跟前面的概念一样 这里头的零向 其实就是有N个0 所以基本上就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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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N个0 有N个0 那就是所谓的零向量 那在加法运算上面 就是你总是要有一个加了以后 还是回到自己的 那其实就是加了零向量 所以这个是 就是existence of zero vector for addition operation 那再来呢 是什么 是会有负的 就是反方向 所以在几何上 你大概就是想象到 它就是原本是 这个方向以后 得到一个负号 就完全反方向 那如果你加上这个反方向 它答案就回到什么 回到零向 那这是我们简写的零向 有时候就写成零了 所以这是什么 是有一个负的 反方向的概念 然后再来会什么 会开始跟 常数 这常数都是时数 跟常数之间有一个 运算的一些规则 譬如说呢 你如果把两个向量相加以后 乘上一个什么 乘上一个常数 那就跟你 常数相乘以后再相加 所以就是所谓的分配率 分配率 就是所谓distributivity 然后呢 你如果是 常数先相加 然后再乘上相量 也会怎样 因为分别是两个常数 乘上这个向量 那这也是一种distributivity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就是乘法 乘法就是 乘上常数 这边这边讲是一个 向量乘上常数 所以如果你乘上两个常数 那你可以讲 你可以是常数先相乘 再乘上向量 这也是associativity 然后再来就是你运算中 总是会有什么 会有 这个不变的时候 譬如说 你乘上一个常数 如果是1的话 就回到自己 还是u向量 好 那这一页我们来简单的 验证一下 刚刚讲的那些 呃 运算的一些特性 那首先我们先讲 先假设有三个向量 u向量 v向量 w向量 他是在N度空间的 那我们就简单验算一下 前面讲的什么 讲的这个 结合率 也就是说 你u加v先算 跟 v加w先算 这两个的运算结果 必须要是一样 那怎么样去验证这个结合率 所以是 associativity 要去验证它 那我们就回到什么 我们前面学的 代数 就是向量加法代数的运算里面 那中间我们有学到什么 学到所谓的分量 所以用分量来验证它就好 当然你也可以画图了 就是 用 可是很难很麻烦 因为N度空间根本画不出来 所以 呃 本来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u加v 那你可以u加v先 先算就得到绿色的嘛 然后再再加w 就最后就得到这个橘色 那你也可以讲 你也可以v加w先算 然后就再加ua也是得到这个橘色的 所以从几何上哦 二维空间或者是三维空间都很简单 但是呢 如果你是这样 如果你是n度空间 就只好这样 只好用这个代数的方法 好所以你就假设勒 这个u向量就是什么 就有n个空间 所以它n个component component 所以u1 u2 u3 直到un 所以n个分量 然后v向量呢 它也是有n个分量 从v1到vn 那w向量也是从w1到wn 那后面就是 其实它就是利用实数 它实数的运算 它本身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 结合率的概念 然后你就可以 得到这个向量也有结合率的概念 所以呢 你在算什么 算u加v先算的时候 你就是前面两个这个分量先算 所以你看到就是 它是u1加v1先算 再加w1 那当然这个结果就这样 就等于是去掉括号 因为在实数运算里面 你就知道说它是去掉括号 那所以呢 你可以讲 去掉括号以后再 再什么 实数运算可以把什么 把后面两个先相加 那如果可以后面两个先相加 我们再把这component 写回向量的时候 你就得到什么 它就是 这个u向量 加上这个v向量 加w向量 后面两个先做运算 这个就是一个 向量的一个结合率的一个验证 我们没有特别的严谨去做这些 数学或者是哲学上的这个推论